就开始吧 开始一次 大家晚上好 感谢大家郭雍今天晚上天气这么早的情况下来到这里 我们聚在一起可以一块儿学习一下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遇到一些问题 由这些问题导致一些抑郁症 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导致自杀的情况 所以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块儿交流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语丸 原楚军 我在国内毕业于青岛医院 然后硕士是在协和伊大 然后呢 到了美国 跟大家一样 平安过海 到了美国来寻求美国梦 可是呢 现在美国梦不如中国梦 所以跟大家一样 可能也错过了一些机会 不过呢 所以在什么位置就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所以说 后来呢 我就在美国 感谢美国给一个机会 所以可以又重新回到临床 做一些临床方面的工作 那我对精神科特别感兴趣 我在做博士学位的时候 在Universidad of Rochester 做博士学位的时候 也是做有关于一些成瘾的 那个receptor就是受提 然后呢 这也把我带到了 这个精神科的这个领域 同时精神科呢 也是 就是发展的最快的 也是说发展的最不充分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医学的一个分支了 因为 现在就是像心脏 像肾脏 其他的器官 都研究得非常透射 但是大脑 我们知道 还是一个 基本上是处女地 因为我没有办法 做一些在体的研究了 然后人的大脑 跟动物的大脑 是有很本质的区别 像心脏 肾脏 就是区别 就相对而小 但是大脑 我们知道 人是有灵性的动物 所以 这个大脑的研究 很充分 然后 那由此 这个是精神疾病 是大脑 由于他的 一些 神经地质的 一些 imbalance 一些不平衡 导致的 这个疾病 那由于 由于大脑 研究不充分 但同时 所以精神疾病 也是 很多肌理都不算明确 但是呢 我们有一些手段 我们有一些药物 我们有一些 心理治疗的手段 还可以干预 所以 在精神方面 疾病的 诊断治疗方面 我们还都是 有成熟的手段 来帮助病人 那我们今天的 主要的课题是 关于青少年的抑郁 和 自杀的预防 和治疗 那我们知道 最近大家也都知道 网上也有很多 就是青少年 抑郁 然后甚至 一些极端的情况 自杀的情况 我们知道 最近呢 就是Shout Hill 那个 Lauren Liu 非常聪明的女孩 14岁 然后她爸爸 是在 UMDJ 是神经外科的 atelier 年收入百万的 我以前在当地工作 我知道 他们的收入的 然后她妈妈 是韩国人 然后就是在家里 然后她一个姐姐 好像是 都非常优秀的 然后上了私校 然后去 Street A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 为什么 然后后来 他们家里 可能有些 Darkside Depression 所以说一旦 这种经常事情出来以后 大家都会反过去问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没有早就发现 为什么 所以 那不是为什么 但是答案已经太晚了 所以说对于 几千多年的抑郁 和自杀的防治 是尤其尤其的 非常贵定的 OK 谢谢 然后这就是题目了 哦 sorry technical difficulties OK 没问题 然后呢 就是 就是我 就是之前 有一个 就是说 声明了 就是说 因为这个 我们主要是 这个 总要是 刻骨 刻骨性质的 Talk 就是我可以给大家 确保 这个医学上的 这个 严谨性 和准确性 但是呢 就是说 这我可以提供一些 基本的建议 但是说 这个建议 不是针对 每个病人的 所以这个 没有这个病人 和医患关系的建立 所以呢 就是说 你说 你的邻居 孩子 如果抑郁了 然后你 去跟他Talk 不管用 你不要来埋怨我 就是说 因为这个 就是真是 如果孩子 有了心理疗瘍疾病 还是说 要找 这个 这个医生 然后建立起 一对一的 这种 医患关系 然后因为 每个治疗 都是 所以都是 个性化的治疗 所以这个 只是一些 普通的常识 一些 什么 就是 这些科普性的 然后 另外一个 就是说 我 我只是对 这个精神课 对心理疾病 有一些了解 但是 我对教育 还没有 什么任何的 知识 所以 你们 也就是说 孩子爬疼 怎么叫爬疼 这个我 都不会 这个 你得找 正语 然后 但是 如果 被孩子爬疼 又是导致 音语 又是导致 这个心理疾病 你可以来找我 对 首先 什么是 抑郁呢 这个抑郁症呢 就是以前 我记得在国内 时候 就是 没有这个概念 然后 我记得国内 把这个 这个抑郁症 以前叫 身情衰弱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没有 身情衰弱 对吧 身情衰弱 当时就是说 其实你 觉得这个 这个凶症病名上 就感觉一些 其次性的 以judgmental的东西 那身情衰弱 相对于是 身情刚强 就是你这些人 太弱了 太胃克 不够刚强 所以才得了疾病 然后 然后呢 我记得我 我初中 还是什么 就有一个同学 得了身情衰弱 然后他就 吃一种药 叫什么 见脑丸 然后听起来 很高 那样的药 我就觉得 这见脑丸 肯定以后 上大学 什么都没有问题 吃了一些 机后来退学了 也就 也 所以说 这个国内的 有些 有些诊断方法 有些治疗方法 也是比较 那个 浮躁的东西 然后 就 这一抑郁症呢 就是说 它本上是一种疾病 它跟 那个 头疼 脑热 跟感冒 跟心疼病 都也是一种疾病 是客观村的 一种疾病 但 然后 它就是 负面的 影响 你的 你的情绪 同时 负面的影响 你每天的心情 甚至你的工作 你的家庭的关系 它都会负面的影响 就是负能量 就是 这么一个常用的词 就是负能量 然后 它就会引起你 就感觉到 每天都非常的 非常的 sad 就是 很高兴 然后呢 或者是你对 每天 你的生活 的工作 什么 都失去兴趣 就没有任何的兴趣了 就觉得做什么 都提不起精神了 然后呢 同时 它会引起了 一系列的 这个 心情 心情方面的一些 还有包括你 这个身体方面的 一些一些改变 然后呢 就是最终的 会影响你工作啊 还是家庭的 这种关系 都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 抑郁症和我们平常说的 这个心情不好 和这个 和这个 悲痛 悲伤是不一样的 这个后来 我再详细的讲一下 就是它是不一样的 抑郁症是一种 比较严重的 一种疾病 然后呢 很幸运的是 它是可以治疗的 我们也有手 可否可以 比较详细一点 解释 它那个 depression 跟这个 setment 有什么不同 我怎么就 它就拿着 我知道 我说 我一会再详细地讲 这个 depression 和这个 和这个 悲痛悲伤 正常的 悲痛悲伤的区别 我后来还要讲 OK 来 你能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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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 哦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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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就是说 这个 抑郁症呢 这个 流行病学的 这一些 一个图表 就是说 大概 百分之十五的人 是这个 一生中 可能就会有 有抑郁症的 这种发生 然后呢 男性会低一点 那我们男的 就相当来说 比较 strong一点 也许是 百分之十 那女性呢 百分之二十 对青少年来说呢 小孩就是 青春期之前 二百分之二到三 然后呢 青青春期以后 就上升到百分之二点五 那这个表就就显示了 这个基本上是 它的发病率 就是 你看这个青少年 百分之二点五 然后呢 女性 然后就将近百分之二十了 那男性会低一点 然后呢 就是说 你看这个 这个年龄阶段 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 十六十七 那他随着年龄增长 这个抑郁症的 这个发生率也会增加 然后到十五岁以后 就就达到一个平台了 然后十五十六十七 都差不多 百分之十十四点几 然后同时 每个种族之间的 这个发生率也不一样 你看这个 对于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这个抑郁症在每个种族 在每个国家 在每个人种 在每个年龄阶段 都有可能发生 只是说成都的 稍微有点高低而已了 但是说 人人基本上都会 受到它的威胁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说抑郁症 它在 它有家族史 那就是说危险因素 最高的就是这个 父母都有 早早的就出现抑郁症的 这个孩子 他们孩子这是最危险的 有可能发生抑郁症 最危险的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们还研究了 这个在那个 同软双生的孩子 那他们的遗传都是一样的 基因都是一样的 如果把它分别 分养在不同家庭里 然后他们的 这个抑郁症发病率 也不一样 这就说明 遗传有一定的因素 可是这个环境 和它这个 人生的经历 也同样重要 所以说 就是既有遗传 也有个人的经历 还有这个家庭的 这个环境的影响 也是不无故事的 然后呢 就是 其实病因学 就是说 就是说 不是特别的明确 但是说 有一些基本的发现 就是说 在大脑的不同的一些部位 他研究发现 就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 比如说 就是主管 这个食欲和性欲的 这个在 秋脑 下秋脑 这些位置 它会 它会有一些变化 然后呢 在另外一些部位 也会有一些变化 还有生物中 都会 有可能 有些变化 医生 快去 您说 他脑子 就能看得出来变化 是吧 这个是通过 那个叫 功能性的 次公正 就可以 就可以 可以发现 它的变化 这个就是动态的研究 这个你的大脑的 活动 好了之后会变回来吗 就是说 如果你吃了服用了 那个抗疫苑以后 过一段时间以后 它就 它就有可能 这是可速的 就是它是reversible的 就是可逆的 是可以变化而来的 这个有个follow up的问题 就是说 它真正的就是脑树的 它那个功能区 你刚才讲的 这些变化 或者影响 是不是核心的问题 就是说是 那个脑垂体 它分泌的技术 这有任种关系 其中有一个叫 叫血清素 那血清素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调节情绪的 一个 神经地质 然后其中一个药物 药物之类调整 专门调整这个 这个 所以我后来 还要这样 解决的药物 然后呢 接下来 就讲一下 这个自杀 那我们知道 这个抑郁症的 最严重的后果 就是自杀了 那我们知道 就是自杀率 在儿童和 轻量严重 现在是上升状态的 就是现在 就是在五到二十四岁 这个年生段 那这个自杀 是第二个死因的 第一个是意外 然后自杀就是第二个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说 大部分 就是他们自杀的 这些儿童 都有比较严重的 精神方面的问题 主要是抑郁 大部分 就是还是 严重的抑郁症 引起来的 因为这个主要是 孩子们 他的一个大脑 还处于发言决断 他不像成年人 有这个明确的 就是说 他认知方面 然后他的可塑性方面 还都是在形成之中 他不像大人 那么有成熟的思想 然后能够预见到 事情的危险性 然后能够 有办法解决 但是他们这些孩子们 还没有 所以他们就是 冲动性比较强 impulsive 比较impulsive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脑子一日 然后就可能出现 比较做 比较危险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一个 重要的危险因素 impulsivity 另外一个 就像真后 刚刚说 就是他冲动性比较强 还有一个 就是说 在那个青年里面 他们就是说 自杀经常常常伴有 这个感觉到 非常的stress 感觉非常的压力 非常大 然后同时 对自己怀疑 就是self doubt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有很大的压力 成功 知识成功 无许失败 那只能爬藤 别的学校都不行的 这种 就让他们没有任何的退路 就感觉到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 那个那些 比较 比较 穷一点的家庭 那反弹的时候 也会有些问题 就像我们 一些minority 然后另外一个 还有bully 我们知道 也是一个重要的 这个 诱发自杀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个抑郁症和自杀 它是紧密相连的 然后同时 也是可以治疗 也是可以预防的 然后自杀 尽管就是说 非常突然 但是说 你如果回关 回关一下的话 你就会有些蛛丝马迹 也会让你 觉得这个 如果早点 才有些措索 也许就可以避免 这种自杀 那么就是说自杀 它有些什么 warming sign 然后或者是 有一些什么办法 我们可以来预防 就我接下来讲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 在新泽西 它就是每年的 这个青少年 自杀的一个 制造一个图表 然后从03年开始 然后这个蓝线呢 是19岁到24岁的 然后这个 这个橘色的线呢 是10岁到18岁的 那我们看这个 每年都不一样 你看有高有低 然后这个 基本上这个 19到24岁的年龄组 基本上你看 从12年的时候 它是缓慢下降 可是这个橘色的 这个10到18岁 这个青少年段 还是缓慢地 在上升 在上升 这是到2015年的 它这个位置是10万还是 那是10万 它是10万 对 它是10万 但是它这个下降的时候 它也不一定就是说 它现在7.8以后就不会往上升 那啥呢 因为它也曾经有过7.9还是往上升 对对对对 那也许16年它又会涨 所以它每年这个 这个是有变化的 这可能跟那个整个社会的经济情况啊 或者社会的那些变化 可能会有没有关系 应该是应该有关系的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environment 这个家庭的 financial都会都会有影响 然后同时substance 你知道这个药物滥用 也是一个问题 然后这就我就稍微列了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的 就最近有些自杀的 这是例子 我刚才说的那个Lauren的理由 然后非常优秀的一小孩 14岁 然后然后自杀了 就是最近最最近的情况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小女孩 Malloy 这个这个是男孩 哦 这是女孩 sorry 然后Malloy12岁 然后是六二分自杀的 因为它是cyberbullying 然后这个好像是在这个 媒体上也是报道的比较广泛的 然后他们家里 也好像在庄里面的district 没有座位 然后预防这个座位 然后这个男孩 然后是surfer 也是也是自杀的 好像是他已经在 在废城上大学了 然后跳楼自杀了 然后这个Charles Zhang 这个是在Milkorn 这个是我听我那个 我一个同事说的 她是她女儿最好的朋友 已经ONYU录取了 已经Mama好像住在这儿 然后爸爸在国内 然后住在Milkorn 然后也是已经 已经女儿大学都录取了 然后在上自杀了 这个是一四年的事 然后这个是我们 Ridgewood的这个男孩 然后我画的这个原因就不明 因为没有报道 我们没有找到具体原因是什么 它是depression 它是depression 可能那就是depression 然后八年级的 然后这个Rovan 是住在少留 也是一四年代 然后十八岁的时候自杀了 然后这个是也是在 我在我在报纸上看到的 也是在我们那个 在我们归族也自杀 然后这个女孩 是那个BCA的一个女孩 她是跳Jorge Warren Bridge自杀的 所以现在不是Jorge Warren 好像也要建一个 那个防务网什么的 然后这个 这个是个黑人女孩 学习非常好 可是她考试的时候 被老师抓着作弊了 然后她就一起 在叫impulsive 她就直接就跳 从那个教室就跳下去了 所以说这个impulsive 也是一个很严重的诺命 她就不接后果 然后她就特别冲动 然后这个自杀的这个危险因素呢 在第一位的就是 就是疑郁症了 然后另外也就是 她如果家里有一个自杀室的话 也是一个比较高的危险因素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比如暴力 就是说经历过很多的暴力事件的话 这种孩子也有可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冲动 特别冲动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比较aggressive 或者是那个 她的行为就是说 非常的disruptive 就是不是怎么翻译呢 就是aggressive 就是说比较 也就差不多算是比较冲动 或者是比较那个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是家里有火器 然后她还能接受到火器 因为美国火器自杀 是比较一个长用的武器 然后另外一个是bullying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感觉到绝望 感觉到很绝望 然后感觉到很无助 就是说感觉到就stop那了 就没有任何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也是导致的意思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就是说亲人 突然丧失亲人 然后或者是被朋友圈 或者是被家庭圈 然后拒绝的这种 然后就让他感觉到 一下子没有任何依靠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滥用的药物 药物滥用也是一个浮现因素 然后就是说 就是这个自杀的 就是这个警惕信号了 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 你就要马上就要提高警惕了 他就可能自杀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就是说说我要自杀了 make suicide statement 就是我希望我已经死了 然后我不会再烦你了 或者是一切都结束了 这种 suicide statement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就是说本来 他就是说本来想长大以后 要干什么 然后我要干什么 然后突然就是不再 plan for the future 就对未来没有任何计划 就等于放弃了 他的未来 不再做这些事情 然后就是提到 提到死亡的 这个老提到死亡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比较危险 就是他开始 把东西都给朋友了 那这是比较危险 大家就是common sense 也觉得这是比较危险 然后给别人 发tax measure 或者打电话 告别什么 这种就是非常极其危险 另外一个就是上网 去查一些关于自杀 怎么样自杀的一些信息 什么的 然后开始就买一些东西 什么的自杀 这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一个信号 另外就是说 就是他的行为方面 就是说 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他吃 他的饮食和他的睡觉 很大的变化 这也说明 就是说危险 危险已经临近了 然后另外他的情绪方面 或者他的外表 就是比如说 以前特别干净的小孩 突然就变得邋遢了 然后就是也不舒服 也不舒服了 什么的 这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重要的信号 然后他不care 他不care自己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对任何事情 都没有兴趣了 然后就感觉到 就是没有任何兴趣 没有任何动力了 然后离群所居的那种 然后对家庭 给朋友都不来往了 然后就这也是 比较危险的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就是说 特别的冲动 然后做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 另外一个就是说 激起的失望 然后非常的那个 丧心 然后就感觉到 没有希望 然后很无助 这种状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就是被这种死亡 和怎么样去死 就脑子里就一直想 这个事 转出了这种 这是比较危险的 Walling Sun 那就说 因为跟孩子们 有时候贪自杀 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话 就很难很难 很难说这个事 然后有时候就觉得 开不了口 然后呢 就是因为我们 就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平工安全 那自杀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人家我们常问的问题 就是说 你是不是感觉到 不高兴 心情不好 或者是 或者很抑郁 然后就是说 你会不会有时候 想到怎么样 伤害自己 或者甚至是 自杀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以前 那有没有 就是说伤害自己 比如说有些人 他就用到 Card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种自伤的行为 然后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 你是不是 以前曾经想过自杀 不管是 Oral Dose 或者是 或者是想 吊死自己 或者是 或者是用到 隔网 这种 这种 就是说 必要的时候 还是需要问的 因为那个 孩子们有时候 他还是比较 你问到这些问题来 他就比如说 是比较honest 然后他会 会告诉你的 然后你 一般你要跟孩子 问孩子会说 对对 就像我们 我们 我们见的 临床见的孩子 就说 他们都比较 比较honest的告诉你 父母一般会问的时候 会说 父母有时候 depend 跟他关系都好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觉得不对的话 该问的还是要问 因为 因为这你问了以后 就会觉得你要不要打击 911报警 什么的 这种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要碰到这个 就是有自杀念头的孩子 你怎么样去帮助他 去打掉这个念头 然后呢 其中一个就是说 就是你 就是你很安全 因为孩子有时候 他自杀 比如说他bully 然后就觉得 没有人能够帮助他 然后你就告他 那你很安全 然后我们 我们都在这儿帮着 你需要任何帮助 我们在这都在都在这儿 然后一段现在非常重要 对孩子来说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另外一个有时候 他们就觉得 为什么我这样 为什么就说 我觉得我挺好的 为什么这种事情 会发生在我身上 那就是你要告诉他 就是坏的事情 有时候可能会发生 在好人身上 然后呢 这个事情发生 并不说明 代表你是个坏人 所以就是 就是安慰他 就是说 告诉他 因为因为孩子 有时候他是 自我怀疑 然后觉得 是不是我不好 是不是都放弃我了 这种 所以要告诉他 你这个好孩子 这种坏事 有可能 不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这种 另外一个就是说 就是说 不要带那个 不要带 这个评估 扎士美的 就是不要 不要判断 判断孩子 是好是坏 就是说 不要给他 平等的 去给他 不带 那个 评估的这种 去给他 口气 去给他讲话 另外一个就是说 就是说 安全 你的身心健康是第一位的 不是疼效 不是那个 成绩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那些身外的东西 你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 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 告诉他这个坏事情 会过去的 一切一切都会好的 都会过去的 然后呢 不管是情绪方面的问题 不管是你的 呃 呃 什么的都会都会过去的 没有没有 东西会永远的 然后呢 告诉他这个 呃 所有的问题都是 都是暂时性的 然后都都可以解决的 没有不可以解决的问题 呃 但是呢 自杀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然后只会伤害你自己 伤害你的你的亲人 啊 还有就是说这个呃 你周围的人都都爱你的 然后呃 都都care about you 然后呃 大家你如果需要的话 大家都会都会来帮你啊 然后就让他感觉到啊 他有support 呃 就就会不会觉得很孤独 不会觉得被被一切的 关系的那种感觉 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可能就是孩子啊 就觉得他被忽视了 啊那就是你跟他道不见 就说可能我太忙了 平常没有时间给你talk了 没有关心 就我不应该早一点 知道这个事情了 呃 对不起我我现在呃 呃 呃 我们一圈看这么久的任务题 呃 然后 另外一个就是说啊 就告诉他 因为这个人只能这个活着一辈子 然后这个自杀永远也不是一个 一个一个选择 呃 然后就是说我们 没有任何条件的爱你 那就是不会因为你是好还是坏 我们就是爱你 就是因为爱你 就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孩子 另外就是说可以在那个啊 啊 就是说从那个宗教上也可以说 就是这个死杀是一个罪 然后就是告的是是是每个人是创造者 由他来决定生还是死的 而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事情 所以一般像这个啊 嗯 我觉得像这个message 你给小孩一次小孩会听啊 或者就是说你还是要多次repeatly 哦 多少次 肯定一次是不够的 肯定肯定就需要需要一直 就是就是也不光是一个message 你要把所有的这些message都要都要都要给他 然后让他 肯定的 Whoever 让他感觉到呃 有人帮助他 感觉到大家都关心了 感觉到他不是一个人 感觉到就是说嗯 你是无条件爱他的 不会因为他成绩好 他的成绩坏 而有时候改变 会不会小孩觉得你那有什么说一套坐一套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觉得不会的 因为因为孩子他也是不光看你的语言了 他也看你的行动对吧 我不相信每个父母都是光在嘴上爱孩子 肯定是你有实际行动的 只是说有孩子有时候他看不到这一点 有时候因为就像自杀的人 他们我们有一种术语叫tano vision 就是说就像隧道里就那一点点光 他又看不到周围的任何东西 就是眼睛就丢在那一点事上 就是可能是因为被欺负了 然后就一直想着那个奶奶一点 然后周围的所有事情都视而不见 所以说那你就有责任把这些所有的 把那个tano给他打开 让他所有的光都进来 让他看到这所有的好的地方 然后所以他就不会就一直在preoccupied with那个bad things 然后呢另外一个这是那个自杀的预防 然后有suicide hotline 这个我们有时候我们在那个急诊室值班的时候 经常有些人就就打那个自杀者线 然后那警察就把他们就就把铃沫拉到让我们去看 然后呢所以这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方式 因为他打了自杀这天以后呢 然后就接线的人基本上都是经过这个训练的 然后怎么样他知道怎么样跟那些医疗自杀的人去talk 然后至少talk them down 就是让他们平静下来暂时 然后同时他们就了解他们的位置 然后就然后报警 然后让警察就把他们就就带到这个医疗机构来接受进一步的诊治 然后就是说这有一些网上信息了 就是可以帮助这些自杀的人 然后呢接下来就有一些就是比较那个 尝试这些东西 就是我就解释一下 就是说什么叫这个医疑 中毒医疑 我们知道怎么样判了一个人疑不疑呢 就是我们精神科跟内科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不怎么化验 我们做化验 比如说你要是内科你要是有一个感染 那你抽血 然后你做个血飞氧 那有细菌了 血去把那个白血绑增高了 那就这就是诊断的标准 那跟我们来说因为这个脑子里的这个这个这个化学的不平衡 现在还没有没有合法就是比较好的手段来诊断这个imbalance 因为你没有办法就去脑子里抽这种血 因为这个脑子里的血和这个和你身体别的地方血 它是分开的 它有一个叫血脑屏障的一个东西是分开的 所以你没有现在没有办法去去到这脑子里的东西来化验 所以那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症状来来来做诊断 那抑郁症呢 我们有九大症状 那其中你如果符合五格以上的 那就可以可以判断这个重度抑郁症 我们叫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就是重度抑郁发生中文 就是那就是说成人和孩子 他的这个九大症状基本上是一样的 唯一的不同的就是说一个心情 那对成年人来说主要是这个心情 抑郁的心情 然后对孩子来说可能就不是抑郁的心情 而反而是就是说 抑郁 irritable 就是特别特别特别抑郁 然后就做了一路安的那种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更小的孩子 可能还扮演一些具体的症状 比如说头疼啊 比如说肚子疼啊 比如说那个 嗯 呃 呃 坐牢不安的 就这种这种症状 呃 就是说就是针对孩子的关门的 所以 然后这九大症状呢 其中一个就是说 呃 就是说你心情抑郁 就是说每天都抑郁基本上 两两周以上 就这就是一个 这是这是判断他的疗程 叫两周以上 这就是定程 两周以上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对啊 你对是你做的事情就失去了兴趣 然后不管是你啊 你的好比 比如说你以前喜欢跑步 比如说你以前喜欢啊 打球 然后现在一点性氛围了 就就感觉到再再也再也没有啊 呃 就就感觉不到啊 呃 高兴的事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啊 食欲很差 就不吃饭了 就就 因为一个人抑郁的时候 他他基本上他他死 他死 他不死饭不想了 然后那同时体重也会掉下来 呃 那这个体重减轻了 不是因为你就是主动的去 去减 减肥的那种 而是说由于抑郁症导致的 你食欲不振 呃 另外一个就是睡眠的问题 就是说睡眠很差啊 就是睡不着 然后或者是呃 重度失睡 那一天睡二十个小时以上 就起来床的这种感觉 然后呃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看你从一个盘管的角度上 你看抑郁的人 就是他走路 就是说好像就是非常 走路非常缓慢 拖拖踏踏踏的 然后低着头 然后你就觉得这整个人就是 就是微眠不振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你从旁观者就能看出来 呃 还有还有小孩儿呢 就可能是坐立不安的 然后restless 另外一个就是说呃 另外一个就是说呃 非常容易疲劳 然后没有精力做任何事情 就是有时候连早上连起个床 连刷个牙 连吃饭都觉得没有没有精力 没有没有力量去做 这是重度盈抑郁症的一个表现 另外一个就是说呃 感觉到自己没有价值 感到没有任何价值 啊或者是感觉到啊 啊非常自责 就是说你遇上那个 就是说超过这种正常程度的这种自责 然后啊 可能是对任何事情都自责,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不是一个好爸爸,我什么都不行,我干什么失败什么东西,就这种自责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想问题也没法想问题了,然后也不能进入经历,做任何事情就想到做不下去。 然后呢,就比如说你想看个书,然后过了一小时,一个字没看也不知道干什么了,结束一句就没办法。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经常想到死亡,经常想到怎么样去自杀,就是这九大症状如果有五条以上的话,那么就可以这么多抑郁。 那它这个症状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去trigger它,还是它逐渐的这样变化,还是一下子有东西trigger它以后会有这些症状下降。 这就是好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抑郁它是有一些trigger的,当然一些经常是综合原因,就比如说工作不顺,失业了。 最近好像是那个芝加哥有一个40多岁的二月份失业,好像自杀了,然后三个女儿和老婆留下,然后他就说你失业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那家里三个孩子可能老大快上大学了,那这学会怎么解决,然后就接下来怎么,这是很大反弹时候是很大的压力。 然后呢,就是说夫妻关系有时候也是一个重大的元素,然后男女朋友然后呆了,然后这也是重大的元素,或者亲人很亲的人突然是丧失丧心了,也是这都是很大的stressor。 然后呢,就是说你如果要是,就说,这有接下来我还要讲,就是说你这些stressor,你感到悲伤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反应,每个人都会感到悲伤,那那重要的是怎么样区分这个正常的悲伤和抑郁症,我可能下面有一个词。 还有一个就是说,就像你说的一样,不是所有的人在同样的状态下,他都会有抑郁症的表现,或者是重度抑郁症的表现,那是不是这抑郁症是会有一些遗传的因素? 当然有了,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如果家庭,如果父母或者是上一辈有离郁症的病人的话,那就是你的危险性就高,你可能碰到事,别人碰到事可能就过去了,但到你这儿可能就过不去, 然后你身上有些异感的精英就做了。 所以说他还是跟他脑部的结构有些连续的,其实跟脑部的一些结构和跟那些脑部的血液里面的一些血清素,什么这些含量是有些? 是的,是有关系的,然后现在他们也在科研方面也在做着一些Mapping,然后就看具体是哪些异感的精英是会医症,就比较相关了,相关比较高。 对。 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疑伤是会认为感觉到死亡,你可能会认为感觉到死亡,我会认为感觉到死亡。 我认为感觉到死亡,我认为感觉到死亡,那是不是会连续到死亡,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是的,自杀是中毒抑郁症的是一个原因了,但是不是所有的抑郁症都会导致自杀,然后同时不是所有的自杀都是抑郁症导致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小孩,就因为他在课堂上被老师抓着作弊了,他就自杀了。 那这种非常充公性的行为也是孩子的一个特征,因为他们还有心理和脑部结构,他们因为发育成熟,然后他们有时候控制自己的行为。 所以不像大人,我能够控制住,让他们说一说,孩子特别容易干一些比较危险的事,然后就是很难,他们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 然后呢,就这些症状呢,你不光要有这些症状,而且这些症状要严重地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严重地影响你的工作, 然后呢,就会影响你的这个正常的这种作为人的这种功能,社会上的人的这种功能。 然后另外一个这些症状,也不是由于你滥用药物啊,因为我们知道滥用这个成瘾的那些因因子,他们大部分人也都有抑郁症。 然后呢,这些成瘾的药物,他们也会影响你脑子里的这些化学地质。 所以这个不是由于这个滥用药物引起的,同时也不许由于你别的躯体疾病引起的。 所以这些都是要排除的。比如说你的甲状腺功能比较低的话,那你也会有抑郁症。 因为甲状腺素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调节你的人体技能的一个技术。 然后就说这个也不是因为你就是短暂的这种悲伤引起的。 那接下来我我还会详细的讲一下那个。 然后就说这个中毒抑郁症还有一些别的一些表情。 比如说你这个抑郁症你持续了我如果两年以上。 这是对成人来说如果对孩子来说一年以上。 那么它就叫这个Persistent Depressive Disorder。 就是说就是持续的这种抑郁状态。 然后呢这个诊断也是有这五项里面要有两项以上。 同时你这个情绪上也是很不高。 另外一个这个对女性来说可能有个精前期综合症。 也是说在来月经以前的那一星期就是特别紧张。 特别因为抑郁。 然后来到月经以后呢就慢慢就好了。 就不需要治疗之后就好。 这也是精前期综合症。 有时候也是容易给这个抑郁症相混淆的。 然后另外一个还是残后抑郁症。 这也是一个特殊抑郁症。 我们知道残后抑郁症也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经常这个先生妈妈有时候就怕这个先生就杀死了。 有时候就怕孩子跳楼了。 然后这也是这个残后抑郁症。 也是比较危险比较严重的一个分析。 另外一个就是在孩子身上这个抑郁症。 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可能他们有一些躯体的症状。 就是比如说头疼啊。 比如说肚子疼之类的。 另外一个还有一些行为方面的问题。 然后就是palsive。 在老年方在老年人方面这个抑郁症。 它就有可能就是表现为这个淡漠。 然后呢就是说擦不吃饭不响啊。 或者是这个睡觉不好啊。 然后同时这个认知功能也会下降。 比如说记忆力啊。 比如说这个不认人了这种。 这也有可能。 这也有可能是抑郁症的一个表现。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抑郁症和别的一些疾病的一些怎么样把它分开。 然后我们就知道双级的障碍。 双级的障碍就是说你要有那个有造狂造狂造狂造狱症就叫造狱症。 然后造狱症就是说有一只造狂有一只抑郁。 那就是说中毒抑郁症 你就没有这种造狂的状态 那造狂的状态就是说 你这个人突然就一下子就变得口若悬河 本来就是说平常木大人一下变得口若悬河 然后舍入三个莲花似的 然后说的天花乱坠 然后突然就或者是晚上不睡觉 因为他不需要睡觉 他可以同时干很多很多的事 然后同时他就觉得我是老子天下第一那种感觉 就grandiocity 就是自高自大那种 然后这种造狂状比较典型的症状 然后就是花钱突然就一下子 非常有policy 然后花钱买了无数个没用的东西 然后然后这种就是造狂状态 这种比较容易起飞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就是说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精神分裂症 它的早期有时候也会表现一些 一些那个抑郁的状态出来 但是精神分裂症呢 它还有一些别的特征 比如说它那个有幻听啊 有幻视啊 有那个错觉呢 然后有怀疑那个疑症啊 总觉得有人跟着它要暗杀它 这种或者给它下毒什么的 这种那个那是精神分裂症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滥用药物 那我们知道这个你可以擦它尿啊什么的 然后就可以看看它平常 是不是跟那些坏孩子在一起 然后经常偷偷地干一些什么事 然后花钱什么的 你都可以就发现它是不是滥用药物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有一些躯体的内科的疾病 也有可能被这个抑郁症相伴随 还有重点讲一下就是 就是正常的悲伤和这个 和这个悲痛的这种反应 就是你在正常的悲伤呢 你不管是失去亲人啊 或者是一工作什么的 然后就这个 这种那个painful feeling 它是它是一波一波来的 就是说可能是今天一下子来了 然后我就感觉到非常非常悲伤 然后可能过上几个小时以后 然后我就想开了 我就好了 然后可能过两天又又觉得很悲伤 可是这个抑郁症呢 就是一直这种一直抑郁状态 它不是说一波一波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说那个在这个正常的悲伤 然后你就很少看到 就是说那个行为方面的表现 就是说像那个中毒抑郁症 你就看到它就像木头人似的 然后走路啊 然后干什么都慢转吞的 然后毫无经历 可是你正常的悲伤的话 你看不出这些 就是像这个木头人这种 这种行为的表现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正常悲伤的话 你就自我的这种 自我的这种评价还是在 你就是你感觉自己 还是还是可以的 只是我暂时的没有工作了 或者我失去心了 可是抑郁症就觉得 我自己什么都不行 我是一无所常 然后就这种 是非常糟糕的 然后就说另外一个 就是说你那个 就这两个有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就是说有可能最后 你如果这个悲伤 如果一直一直持续不断的话 那最后有可能就会 演变成抑郁症 所以这两个有可能是共同存在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正常的悲伤 可能是两个月左右 可能就会逐渐的会好转 那如果两个月以后 没有任何变化 或者是更加重的话 那就要怀疑 是不是有病发的抑郁症存在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抑郁症 有可能病发一些 其他的精神方面的疾病 比如说像酗酒 酗酒这个跟抑郁症 也是常常病发的 然后呢 这个惊慌 然后还有一些 那个强迫症 然后有一些焦虑症 这也是都是经常常常病发的 然后还有一些人格障碍 然后比如说边缘性人格 然后也都是正常给抑郁症 都是都是常常合并的 然后在其他的一些 医学方面疾病方面 然后呢 就是说你 抑郁症常常就发生在 比如说那个患了癌症 或者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脑血管疾病 或者是颠间症 或者帕金森斯病 这些病人里面 常常他们抑郁症发生率 也会比较高 因为这是比较严重的疾病 然后同时像帕金森症 也会引造 他脑子里的这个神经地质 然后SRV病人 然后SRV病人 然后或者是这个痴呆病人 就是说那个痴呆病人 然后同时呢 反过来说这个抑郁症 同时也会加重一些内科医学上的疾病 然后导致他病人 然后有抑郁症了 他就因为他没有经历 他因为他没有任何希望就来 所以他也不去找医生了 那同时你这些 具体的疾病也会加重 由于你的疏忽也会加重 然后呢 就是说那个 这些那个痴呆病人 由于如果病发抑郁症的话 那更有可能 就会去住院 或者是去老人院 这里想问一下 就是说抑郁症的人 或者说是一个人 孤度悲伤的时候 其实这个人很容易得 有其他的疾病 嗯哼 就是说 这个里面就是说 我们往往 这个人好像这个人身体 疾患能力要差一些 就是说疾患能力差一些 我们通常理解说 就是说免疫系统 可能会有那样 就现在就是说 在你们这个里面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研究 就是说相关性方面 就是说 Major depression 跟那个 Immune system的这个 Functionality 有没有这样的研究 有有很多 有很多 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 相关性还是蛮强的 就是在医癒状态的话 他们的免疫系统 要非常低 是 那我记得一个很 我身边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小时候就是说 我有一个 唐唐爷爷 然后他们家的 他们家钱 被人偷了 他们家就攒了一年 准备盖房子钱 带一千块钱 然后被人偷了 然后呢 他就就等于是 一下子就非常stressful 然后后来没多久 他就得了一个癌症 没多久得了癌症 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所以这相关性还是蛮强的 然后就说这个 这个诊断和这个治疗方面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就没有 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 这个零 就是说 确诊的 那个可以用实验室的手段 来确诊的 你必须要问病史 然后你必须要 排除一些躯体上的疾病 然后有一些 你还要排除一些 就是说你 神经科的疾病 比如说肿瘤 你说脑肿瘤 有时候也会引起 你脑子里的这些 各种气质的变化 所以也会引起 一些精神的症状 所以这些 就可以通过 这些CT 通过这些核子公正 或者是这个正电子 发射的断层 来排除这些 结构上的变化 然后才能诊断 这个疾病症 然后呢 我们有一些量表 然后来可以通过 或者是你自己 去对照那量表 来判断一下 或者是有时候 是我们来问你问题 然后我们自己 去做这个量表 然后来判断 你这个到底 有没有疾病症 然后疾病症的程度 是重是轻 还是中等程度 然后其中比较常用的一个是 叫汉梅尔顿这个量表 然后我这儿也有一些量表 大家有信号可以拿着 我把它捆出来了 然后就可以 然后它有十几项 你可以一下一下来对照 判断 到底是有一个抑郁症 然后这个 back depression inventory 这个是你自己 可以填的 然后对孩子来说 有一个就是 儿科的这些症状的 一些那个量表 就是你可以去对照 孩子也可以自己去填 或者家长填 然后看到底是 有没有这方面问题 然后它有一个家犬分 如果超过一定分数 那就有可能就是 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这个抑郁症的 这个病程和这个 抑后 然后呢 就是说它最长 最长发生在 是二十岁和三十岁 这个年龄阶段 然后呢 就是说你家族史 有这个抑郁的家族史的话 这个发病的年龄 可能会提前一点 然后就是说 这个抑郁症 有可能就变成慢性的 那这个危险因素 主要是有 就是说以前 有很多次 这个抑郁症 就是说你治了 然后你停药了 然后就复发了 然后你又吃一顿药好了 然后你又停药了 然后又复发了 这种一就 那这种情况下 就可能会转换成慢性的 抑郁症的话 就危险性就比较大 然后就说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就是说 持续性的这种 这种心情的恶劣的心情 然后从事 你如果合并有别的 医学疾病 或者是别的精神疾病的话 那也可能就变成慢性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然后呢 就是抑郁症通过治疗的话 是大部分都是可以好转的 或者是治愈的 可是呢 就是说 大概只有一半 就是说 或者是只有三分之一 是被这个充分治疗的 经常是病人吃了药 过一点点好了 然后他自己就停药了 然后然后就 所以就没有充分的治疗 然后因为这个中毒抑郁症 它会是一个自杀的一个危险因素 那所以说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有些抗抑郁药 就是说你开始出气的时候 它反而有时候 会稍微增加一点 这个自杀的念头 但是不是很严重 这是这是它的一个副作用 所以有蛮多人是这样说的 说这个抗郁症的药会给 好像提示这个病人 就是说一开始 就是说初期阶段 就是可能会 但是咱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有时候很难拿捏 你到底是告诉不告诉病人 有这个副作用 因为有些病一听这个 他就不敢吃了 那这个药如果他们说 一直吃感觉好 什么时候能停呢 还是一直得坚持吃 这个呢 就是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就是如果你之前 就是说曾经浮发过 那么两次以上的话 那你基本上 你就得一直吃下去 就一直吃下去 如果就是你 就是第一次有抑郁症 如果在医生指导下的话 那么服药至少要一年以上 然后可以逐渐的减量 但是不能一下子停 对 不能一下子停 需要慢慢的减量 然后同时还要去定期的复诊 然后一旦发现 就是你药量减了以后 如果这个抑郁症有复发的迹象 那就要再加量回去 就是一定要用药物来治疗的吗 这个也不是 也不是一定 就是说 根据你的这个程度 然后心理治疗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这个我马上就要讲 这个治疗 然后你看 这个就是复发 然后就是说 你第一次发作 这个抑郁症以后 然后呢 有可能50%到60%的可能性 还会再有第二次 那一般有了第二次以后呢 你有70%的可能性 还会再有第三次 那就说第三次以后呢 90% 这可能就一直会有了 所以说 就是说这个 预防复发 你要坚持复腰是很重要的 就不要有第二次第三次 这种凝图届 然后就说 就预防比较坏的一些影响因素呢 主要是有 比如说这个精神错乱 比如说有这种木僵的状态 然后 这个预防也比较差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家族史 有家族史呢 也比较预防比较差 然后就是说 近亲或者是这个配偶死亡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影响 负面的影响因素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配偶 有那个残疾什么的 然后同时有合并 有这个医学 或者是其他的精神方案问题 然后又滥用药物的情况 这也就是属于 预后不太好的这种情况 然后那治疗方面 那治疗嘛 就是分药物治疗 然后和心理治疗 这是两大块 然后呢 药物治疗 那主要是 在急性期的时候 那那主要是 这个治疗的目标 就是说 remission 就是说 这个抑郁消失 然后呢 同时要要有 要持续的治疗 然后持续的这个 随诊 然后保证这个 这个要消毒复发的 这种情况 然后呢 对于这个轻度的抑郁症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那些量表 你可以有轻度 中度和重度 那轻度的话 这个药物是一个 是一个 optional的 就是说是一个 是一个可选项 然后呢 就是说 心理治疗 那可以作为首选 对于轻度的抑郁症 因为所有的药物 都有副作用 所以说 对轻度的话 如果可以不用药的话 还是说心理治疗 比较natural 因为它是 比较自然的 然后没有什么副作用 那心理治疗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比较慢 另外一个 你需要 就根据这个治疗师 建立一个非常非常 那个solid的那种 那种Cerebrutic 就是治疗关系 必须 必须充分地信任它 然后 而且这个 见效也比较慢 一般需要 大概几个月以后 也会 才能见效 可是呢 一旦见效以后呢 它这个 效果比较骨酷 比较持久 因为心理治疗 它是 就是 是你的心病俗话说的 不像药物 一旦停了以后 那就 药物一旦 从你身体出去以后 就没什么 没什么作用了 然后这心理治疗 它的效果就比较实际了 然后呢 就是说 然后呢 就是说 对于 对于重度和中度的话 那这个药物就需要 需要加上了 因为 心理治疗没有那么快 然后 因为 如果中度重度不治疗的话 那么就是说 自杀的 无险因素 特别大 所以需要尽快地 让病人 这个症状得到控制 所以药物是最快 然后这个药物就是 就是 其实标准的质量 然后 就是说一般需要六五星期以后 你才可以减效 四到六周以后 才可以减效 然后呢 甚至有些病人可能可能 十周到十二周以后 才才可能 得到充分的治疗 这个 另外一个 还有一些抗精神搓浪药药 也可以同时 用来治疗这个中度的 这个抑郁症病人 特别是他们有一些 比如说幻听什么之类的 这些 用这个抗精神搓浪药 还是比较有效的 然后 然后有一些病人 就是说 你不管用哪一种 我们那个抗疫药有好多种了 你不管哪一种 他都没有效 还有最后一种办法 就是用一种 ECT来治疗 这个就叫电修课治疗 然后呢 这个电修课对于 这个药物无效的病人 效果还是蛮好的 然后听起来可能比较吓人 电修课 可是但是 他的疗效还是蛮好的 对一些 尤其是特别重症的 然后药物 各种药物都没有效的 ECT还是比较 对 它是不是负作用很大的 ECT 它主要是 通过诱发你这个电剂 所以呢 负作用的就是 有可能就是说 你健忘 然后如果你这个血压 然后心血管病 如果一天用比较高的话 那可能不太适用这个 但健忘它这个 它可以 recover吗 时间长了会会 recover 就短期的 那是短期的 需要多长时间 一般过上几个月 就会回来 对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 有时候可能还用一些 抗焦虑药 然后因为有时候经常 这个抑郁症合并焦虑 然后这个抗焦虑药 也可以来治疗一些 就是像那种木箱状态 这种或者是非常焦虑的 然后这就是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就是说 对轻症比较有效 而且呢 它的疗效就比较自然 然后没有副总 然后比较持久 然后主要是一个是 它比较慢 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时候你找一个好的治疗 是不是很容易 然后你要找一个讲中文 有时候不太好找 然后语言方面的问题 有时候文化方面的问题 都是一些障碍 然后主要的心理治疗手段 主要是两种 一个就是认知 行为方面的治疗 就是说经常 抑郁症病人 就是他们的认知 就发生了扭曲 比如说他们就 对自己的评价 就发生扭曲了 其实本来他挺好的一个人 但是他就认为 他自己很糟糕 然后本来是好事 他在经过他脑子加工 以后就变成坏事了 所以他又一直是 产生的都是一些负能量 然后呢 这个这个治疗方法 就是要纠正 他这种扭曲的这种观念 就是要认知 行为治疗 另外一个就是说 人际 人际关系的治疗 这个主要是来 来提高他的 这个社交能力 然后在主要是 对于一些 父亲关系不好的 然后跟同事 没法处好关系的这种 或者是 亲人丧失的这种 这种疗效 是比较有真理性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的 就是所有的药物或者是新治疗都不管用的话 那么这个电修个治疗 还是比较有效的 就说就主要是这个 是很多人就很难接受 因为有时候可能对他有误解 不容易接受 但是他的疗效还是比较好 另外一个 另外一些别的治疗 有些是有效了 有些还在这个研究之中 疗效不是很确定的 这些 比如说光治疗 我们知道有时候冬天 就人就容易愚昧的 有时候就能光线治疗 然后就可以让他心情变得好 变得开朗起来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跟这个电修个比较接近的一个 就是说 传导了一种 磁磁磁治疗 也是 现在正在 还在研究之中 还不是这个 标准的治疗手段 另外一个就是 迷走神经的刺激 然后 这些手段 就是说 疗效不是特别缺陷 就不属于那个标准治疗 那标准治疗 就主要是 药物和这个心理治疗 这是比较标准的治疗 但是别人 别的手段 也在发展之中 然后这个 就是治疗的 就是这个 基本的一个 就是说 计划吧 就算是 就是 一般的就是说 刚开始 用药物治疗的话 就是 这个SSRI 就是一种 第一线的抗抑郁药物 它就是 就是说 选择性的 血清素 重吸收的移植剂 我们知道 就像我刚才讲的 因为很多病人 他的抑郁 是因为他血清素比较低 那你 把这个 重吸收的 给他抑制了 那就是让这个血清素 在血里面 就属于 维持在比较高的状态 就可以纠正这种 chemical imbalance 这是一线药物 然后另外还有别的 像血清素和 确假生涯素 也是 这个 重吸收的移植剂 然后还有 三环的抗抑郁药 这个药物比较久了 大概是 几十年了 然后还有一些 单氨氧化酶的移植剂 这些药物 然后呢 如果 就是说这些 一般 先用药的话 就先单用一种药物 一般首选的是 这个 单氨 首选的就是 这个 选择性的 血清素的 移植剂 如果 一个药物 不够的话 那么有时候 用两种药物 或者加上一个 利质剂 或者是 加上一些 荷尔蒙 比如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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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素 有时候还需要 荷尔蒙两种药物 然后就是 如果这些药物 都不用的话 都不管用的话 有时候 就是用 典修课的治疗 然后同时 在任何时候 都可以 用这个 心理治疗 然后就 合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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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的 负责用怎么样 Lithium Lithium 它是一个 非常好的 就是那个 MOOS 代表这儿 就是让你的 情绪比较稳定 然后 稳定情绪的 它主要 它是治疗 就是说 双向 那个 障碍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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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狂 造狂状态的 那种 标准的药物 比较好 对 然后 他就是说 因为经常 那些人 就是说 他的 Mood Swing 他的 情绪 一会儿高 一会儿高 那这个药物 就让他 情绪 就一直很平复 很稳定 那他的 他的副作用 主要的是 一个是 可能对肾脏 有时候 吃时间长了 可能肾脏不好 所以 要经常 复杂肾脏 咱们 查尿 查血白 什么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 如果是心理治疗的话 如果那个孩子 不愿意 把他的 那个想法 或者他的 feeling 讲出来 你有没有遇到过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如果他 有时候 那个小孩 也不觉得 他自己病 他不愿意 把他心理 那个想法 说出来 那这种情况 对 这种情况 是有的 而且 而且 很常见 这就是我说的 就是说 找到一个 很好的 那个治疗师 就是说 不是说 不一定是说 那个 通常讲的好 就是match 的 因为 这个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些人就 就喜欢 就喜欢 这个治疗师 所以 建立 这个 这个 牢固的 这个 关系 是非常重要 一般都需要 至少 要 几个疗生 以后 才能 一开始 就是先 随便聊天 先聊一些 有时候甚至 不相关的事情 先把这种 关系建立 首先让你觉得 跟这个人 talk非常的舒服 我愿意 跟他talk 然后逐渐的 我相信他 我就愿意 把话都讲给他 最后 有些 很多 就是说 最后 治疗最后 那些 孩子们 把 不跟父母讲的话 全都跟治疗师讲 这就是一个 比较成熟的 这种 这种治疗关系 就是他刚才提的问题 可能是 我觉得有点是 他根本不想去医生那边去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带不到医生面前去 对 对 是 那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经常是 先用药物 把这个心情调整好 先把这个抑郁症 因为有时候 可能是因为他 他出于 还非常抑郁状态 他又不愿意去 跟人讲话 这就是医生的一个 诊断标准了 他就没有任何 motivation 没有任何 motivation 那这个可能就是这一致 这可能是他一个症状 这种情况下 可能先需要药物 然后把情绪先控制好 然后再组织地去 另外一个 有些孩子就是 就是不喜欢这个治疗师 那你可以选别人 就是我们有时候 也是要互相调整一下 有时候可能就是 这种关系还是很难见的 有时候还需要看好几个 才能才能找到合适 心理医生和药物 是两个 是一个人吗 还是两个 有时候一个 有时候是两个 对 因为那个 像那个精神科医生 就是说 你既有开药的权利 同时你也可以给病人 提供心理治疗 然后心理治疗师 就是他们持有 这个心理治疗的这种权利 他们不能有药物 可是现在好像在一两个周 现在那些心理治疗师 如果他们上一些课的话 他们也可以开一些常见的药 所以现在也是逐渐变化 您是 是 是 我是精神科医生 对 对 对对对 是 我是精神科医生 对 所以两个都可以做 对对对 是 所以就说要是有这个情况 是应该先去找精神科医生 然后再让他 去找精神科医生 很多时候吧 很多时候就是精神科医生 和那个心理医生 他们都是一个诊所的 经常有时候一些诊所 就是可能是那个精神科医生 建的 然后他就在找别的心理医生 他也找别的精神科医生 就就建一个诊所 建的一个科医 但是但是先要做 做search for the doctor 还是先search for 先就based你的需要了 如果是症状比较轻的话 只需要心理治疗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找精神科医生 先找在网上测试一个 心理治疗师就好了 其实其实今天好像还是明天 在Livenstein他们有一个心理治疗师 也在讲这方面的问题 我好像在Livenstein那个 我在Livenstein那个mail list里面 他们好像是叫什么 李纯燕还是刘春燕组织的 好像是也是他们 因为他们那个 离那个什么离那个 少废更近嘛 那个Lauren Liu 可能对他们那个诊诊更大 所以他们也组织一个list的 然后呢 就是这些我就简单介绍 也一件常见的抗疑郁的药物了 那就是这个选择性的血性素 在其十个移植剂呢 比如说Prozac 比较常用的 然后有Effectsor 这都是比较常用的 他们的就是说最常见的那个负作用 一个是可能会增加体重 就是你时间长了可能会体重会增加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会影响性性性性动能 可能会有一些这方面的负作用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单元阳面移植剂 他的主要的作用就是血性素的 他的纵活症就会引起一些 比如说像那个高热啊 然后呢 精觉什么的 这是比较属于急诊了 这个需要在急诊室 要急救的 但是就是发生率比较低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三藩抗抑郁药的 这是比较老的药 他的主要的副作用 就是说有时候 就是可能让你昏昏沉沉的 就是too silly 就是所以一般都是晚上服这个药 然后昏沉沉的 然后可能会影响体育性的对血压 就是说你本来坐着 然后暂着以后血压就低了 然后就感觉到头晕 然后要晕倒那种感觉 体育性的 然后呢 还有一些常见的 就是说比较新的药物 这个无二妖精 这个药物蛮好的 就对尤其是对青少年比较好 因为他可以提高他们的精力 让他们更精力充沛 然后呢 另外一个这个也可以用来戒烟 有时候这边不如是 这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抗疫药 然后这个 这个Rameron对老年人比较好 然后呢 他就是可以让你睡觉 你如果睡不好的话 然后你如果食欲不振的话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药 然后Rameron 然后这个药物 Trelatone也是对睡眠比较好 所以有时候一个药可以两用 这等于是两种用途 然后就是简单的就是总结一下 就是说这个对抑郁症和自杀来说 早期的干预是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这有一些 一些information你可以去选一下 比如说像叫therapy 然后呢 这些 然后药物之类方面 这个重点是 这个剂量一定要够 疗程一定要足够长 不要随便停药 然后这个网站就是说 寻找这个儿童精神医生方面的这个别信息 然后最后感谢一下我现在医院 他们给我提供了这个很好的机会 然后我们那个医院是一个community hospital 然后呢 所有的就是流浪的呀 各种精神病人全当不了我们那儿 所以特别的忙 可是呢 见了病人也比较多 所以受到的症状也比较好 然后呢 我感谢这个我家里 我太太 然后孩子们 你们知道我commute 然后长岛那边 然后是基本上帮不了家 所以一直他们在喝了什么 然后最后感谢 真宇在EDI 提供这个场所这个机会 我们跟大家一个交流 就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 可以 如果大家就对别的有些 你觉得拖廖症是不是愈症的表现 拖廖症啊 我知道很多人拖廖症 拖廖症 对,因为我知道最后一分钟做事情是最后非常frustrated,而且非常stressful 有的时候我在说我的女儿晚上睡觉,她知道她要早睡觉,但她就不睡 然后她也给你答应好了,说几点半睡或者十点钟睡 但是到之前她肯定会找了一件事情,我没做完,我赶紧做了一件事情 或者说跟狗玩一会儿,或者跟猫玩一会儿,然后就不睡觉 对,所以肺力到最后的一关才开始,对,但是你跟她说完她又明白 她又跟你说了怎么她会保证,但是她又不会这样 这我理解我觉得这很正常,做的这些事情都很正常 所以这不是别人,不能这样,这里有点拖延 对,这个是很多人都有的 这不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对,可是这个严格意义不能算一种疾病 然后我前一日看了一个网上一个椭炎症一个人做的一个报告非常好 你可以去勾勾一下,我觉得那个人做的特别好 他是哈佛毕业的,然后椭炎症讲的特别好 但像这种就是缺少睡眠慢慢也会导致这个忧郁症 缺少睡眠,就是说你睡眠不好就本身已经是忧郁症的一种 一个诊断标准了,睡眠不好 然后睡眠不好还会导致你不光忧郁,其实也是就整个脾气也会很暴躁有时候,然后也不能一路经历 所以我经常有时候,吃个夜班,然后睡不好了话,然后情绪就很容易运动 然后就干什么,看什么都不顺眼,所以这是会引起情绪上的反应 如果读过来说,如果睡眠太多,是不是有一个心态? 对,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不管事情是somnia,还是hypersomnia 都有可能是抑郁症的一种症状 就是说你,不管是睡得少,还是睡得多,睡得太少,睡得太多,都有可能是抑郁症 那怎么办法可以帮助睡眠太多一小,或者怎么好久? 对,就是说因为,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那些抗抗抑郁症的药物 它就可以让你比较有精力去做事情,然后另外一种药物 它可以提高你的精力,让你有这种重点去做事,然后同时让你可以更活动 更活动一点,然后就会减轻你这种失睡的感觉 相当是说? 你是不是只有为什么是这样的人? 尤其说,这是一个� border ain,对,就是你摟 landlord 也是要看一下 对,其实我有很多的问题,第一个是我拍摄疇吗? 对,对 对,对,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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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почему,对我还是 multimedia anonymity 对,对,对 但我上了尤其章多多少, alternately and would come in 到了众弟妹 对我们有联系的吗 对我们有联系的联系 有关系的关系 我觉得有关系吗 有关系一个关系的关系 所以在美国有冠贤的货席 是有关系的关系 是有关系的关系 那你覺得是最好的方法去處理它,在公共的健康上嗎? 因為或許1次醫療上的熱肌疾病魔料 還是,我們給他們�acter consiste在沒有金頭, 因為我們會發現一陣子等和受植物性的效果 因此也知道,我們需要先加著苗来 Ze將技術 所以我我想要問一下ilaime który獨自一小兒子的小孩子 這是自殺的 有小孩子書的小孩 因為高校的一個是高校的狀態。 這兩個個案子,父母很驚訝, 他們好像沒有看到。 對,非常驚訝。 事後回想,他們可能會意識到有一點點喪, 但是發生的時候,完全沒有準備, 沒有任何確定。 沒錯,就像我剛才說的Laurine。 我就想知道,而且很明顯, 這兩個小孩就是沒有把他們的感受或想法, 或者他們沒有意識到, 我想其中一個還沒有意識到, 他自己有depression這個問題。 對這種情況就是說, 應該那個小孩怎麼樣跟父母去communicate, 或者是vice versa, 我這個有點不是很清楚, 因為很多時候這個, 比如說這個depression的這個, 就是沒有,沒有, high school這個是depression, 就退學了。 然後他爸爸就把他送去見這個psychiatrist, 但是那個小孩不願意, 不願意跟那個psychiatrist交流, 他就不覺得他有什麼事跟他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情況。 另外那個,在學校自殺的那個女士, 就是obviously他平常, 他經歷在學校經歷一些東西, 但是他完全是沒有跟父母講, 所以完全父母完全不知道。 同個family還是不同的family? 什麼? 不同的family吧? 一個是朋友, 一個是朋友, 一個是親戚的小孩。 親戚的小孩是女孩子high school, 然後朋友的是兒子, 就是21歲至少。 對,對,對, 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大家都非常不幸的。 就像那個, 所以這也是辦這個講座的一個重要的目的, 就是讓大家意識到這些症狀。 有時候孩子可能跟父母交流比較少, 然後你就可以從旁觀的角落去, 然後我講的這些問題, 你看看他有沒有, 就是你從旁觀的角落, 你去觀察有沒有。 就是說有些孩子可能他cover比較好, 那有些cover不好的, 你就可以看出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所以鼓勵一定要跟孩子要多交流, 一定要給你交心。 我知道這個孩子有時候出於叛逆期, 他可能誰的話都聽, 就父母的話不聽, 這也是比較常見的一些。 所以現在學校也配備一些counselor, 所以這也是, 有時候我們跟那個, 就是那個兒童患者打交的時候, 我們經常也要跟學校的那個social worker 跟那個counselor打電話, 跟老師打電話, 了解這種情況。 所以因為孩子不外就是, 家裡學校裡, 所以那你要跟老師保持聯繫, 如果一旦有懷疑不對的話, 那就跟老師再進一步了解, 看在學校裡表現怎麼樣。 經常孩子可能他不願意說他的心情, 他心情當然是他自己的感覺, 他說不說你不知道, 可是那你能看出來他心情不好, 你能看出來, 如果在學校裡就是心不在焉, 那三十二億呢, 如果那學習成績肯定也會不好, 那老師也會有疑問呢, 對不對。 如果孩子就一旦嚴重到自殺那種情況, 那肯定他在學校裡, 他不會說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到學習中去的, 對不對。 他肯定那時候已經非常非常抑鬱了, 非常嚴重了, 這種情況下肯定是有蛛絲馬跌的, 當然你回過頭來看, 你可能覺得能看出來, 但是正在進行中的時候, 有時候往往可能是沒有 pay attention, 沒 enough attention, 所以這也是就是說講座的目的, 提醒大家可能以後, 如果一旦有蛛絲馬跌的話, 就要進一步的去深入的了解這個事情, 然後以防壞事情發生。 但是那兩個小孩, 有兩個小孩不是學, 我記得好像都是A student的, 學習都蠻好的, 對啊。 但是就突然就自殺了, 沒錯,沒錯, 對啊,是。 所以說, 就說有時候, 他並不是說, 那個他是一個壞孩子, 而是有時候, 他太追求了, 太追求了, 但是你就沒法sense到他學習開始下滑嗎? 你還沒sense到他學習下滑嗎? 對,我舉的例子是其中一個方面, 然後呢, 就別的方法就是說, 你可以從, 他如果學習, 就是3A的學生, 但是他有沒有在學校裡跟同學之間, 有沒有交流, 比如說像, 比如說他不無力了, 比如說他覺得他不夠好, 別人總有比他更好的, 然後他就非常frustrated, 他沒有拿到A-, 或者是, 他是regional產品, 他沒有拿到national產品, 那有時候追求追悅, 然後就像我, 我其中也提到一個就是說, 他們那個, 就是stress to success, 這stress to success, 就是什麼樣的才算success, 那這些孩子, 他可能就沒有一定的標準, 然後就覺得, 永遠也沒有希望達到他心目中, 像那種完人, 然後他就覺得, 沒有任何希望達到這種完美狀態, 然後就可能就放棄了, 然後這種, 這種就比較隱密性的, 就是很難發現, 那就說, 就需要通過這些例子, 那你就要, 就讓孩子有時候, 然後把門不要放低一點, 不要太追求完美, 然後給他自己也剪剪牙。 我聽過有個講, 就是小孩自己感覺很辛苦, 很努力, 他主要是覺得, 沒有完的一天, 主要是這個, 是的, Saw Hugh那個, 好像聽說那男生也是, 因為他拿了講學金, 然後他又很努力的去維持那個, 那個, 對, 要不然他拿不到那個小學金, 所以他很大的壓力, 也不敢對父母說, 沒錯, 因為你有強, 總有比你更強的人, 所以說, 這個壓力一直存在, 就看你怎麼去排解這個壓力。 但有時候就說, 父母, 要是父母跟他說, 你無走位, 你去哪兒都無走位, 但是孩子問, 自己就, 自己下不來怎麼辦呢? 對, 就是他, 他有這個Modivation, 本身是個好事, 但是就是說, 別走極端, 別是說那個, 非得這樣, 不可以, 就說, 你總有一個, 給他拉一下, 你總是讓他走得太快了。 一個Plan B, 總有一個Plan B, 總有一個Plan B, 然後, 多開的孩子。 我知道我們華人的孩子, 都是非常, 自相比較遠大的, 所以有時候, 需要給他們撿壓, 而不是給他們, 不是給他們加壓。 那就是說, 你總是要經常跟他交流這件事情嗎? 就是說, 還是你覺得交流多了, 反而給他paint? 我覺得, 我覺得多交流沒有壞處, 多交流沒有壞處。 只是多問他, 你有沒有stress啊? 你需要就是, 你總是問他, 你有沒有stress啊? 你有沒有depression啊? 這個, 你完全可以問他, 你完全可以問他。 我覺得應該是真的可以。 我剛開始的時候, 就說實話。 跟孩子不要說, 就是, 不要去拐彎冒養的, 跟孩子說話。 我來之前, 我問我孩子, 我說你depression, 你要有, 我就去不了了。 咦? 這是不是在給我開呢? 是, 我覺得, 有一種教練很好的, 我還在學習怎麼當父母。 所以, 原老师, 我想問一下, 精神分裂症有沒有治癒的可能性? 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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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看怎么叫治愈了 就是说我有很多病人 他在我们的诊所已经看了十几年 二十年了 然后很正常 就是说各种功能都挺好的 就是他每个月就去我们打一针就好了 还有打针吗 对对 他是要通过这个重点是药治疗 对对对对 是 那个因为精神分裂症 是比较比较重的一种精神 他有时候抑郁会引起精神分裂 也会有关系这两个是吧 就是说他可能是精神分裂症 有种谦虚症状 他叫prodromal syndrome 就有可能是一种谦虚症状 但是但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说是 就是说没有因果关系 是的 那个OCD呢就是和这个depression 就OCD他有时候他们是病存的 但是他是两种不同的病 但是治疗方面 那个OCD就是也是经常用这个抗疫药的来治疗 OCD是强迫症状 强迫症 对就是你必须一遍便能干这个 然后才能够减低你的焦虑感 比如说有人一遍也能洗手啊 有时候家里忘了锁门 一遍也没来跑 我去锁门 去锁门查个就这种就这种强迫症 对 还有抗焦虑是哪一种药比较好 抗焦虑 其实抗焦虑啊 很多很多药物 有些药物呢就是说 它的副作用比较轻 那有些药物呢 它就有成瘾性 所以就根据你的情况 然后来选个药物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些抗抑郁症药 它本身也有抗焦虑的作用 所以经常有些 我们经常也就是焦虑症病人 跟抑郁症有时候他们都是一块的 我们就直接用抗抑郁药 然后他们同时他们焦虑 也会减轻 所以因为这个抗抑郁药 它不是成瘾性的 比较安全 所以说我们经常就用这个 然后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 那个 Benzo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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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属于成瘾的 也属于国家控制的药物 Control Substance 然后它抗焦虑效果非常好 可是呢因为容易成瘾 所以就需要控制的 量比较低 然后呢 也需要那个疗症 也就相对来说 会控制一些 嗯 比如说那个药 有没有说 你家里能存多少瘾 比如说 90 30 120 多少才算有危险 嗯 这个呢 这个呢 你就比如像 Control Substance 就要像那个 就是抗抗抗焦虑药的那个 Benzoyl 或者是像那个 都是 rooms 麻费类的真正 learned 这些都是属于 那现在最多只能给你一个月的於痞 你一个月后必须再拿着医生的厨房再去去 最多只能给一个药 但是现在我前两天刚收到肯塔基 现在只能给三天的药 就是麻菲类的诊头药只能给三天 所以控制得非常 因为现在药滥用已经是 它是成瘾 对成瘾 那如果过量的话 是不是会引起心脏的骤停 会啊 像麻菲药过量的话就引起呼吸抑制 那就死了 经常overdose就这种引起的死亡 那么就是说刚才讲到肯抑郁的这些药 其实如果你build up 比如说我一个月的药量 或者说三个月的药量 哪怕不是control的substance 因为它精神上有的时候不能control好自己很好 是的 有的时候它是要overdose 有可能会很严重的状态发生之后 有有有有有 有些病人就有肉都他不管任何药物 他有的都有可能就有肉都死 反正他就想死了 那什么药都对他来说无所谓 有什么吃什么 所以这种可能是有的 就是有些药物的致死性比较强 有些药物致死性比较弱 所以有些吃紧脂片最后也没事 然后有些吃紧脂片就死了 我记得像有些药就是能够引起这种忧郁症的这种simbleton 我记得加州那边有好像曾有一例有个人有个妈妈写他的儿子自杀了之后 他们在收拾他遗物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儿子吃的一种药 那个药是可以cause depression 所以就是说如果医生在开这个药的时候 他不会给家长warning吗 不会给孩子warning吗 所以如果这种他不会warning的话 那你可以sill他 OK 对 这这么严重的副作用 他是绝对是应该告诉家长的 如果没告诉 但是他可能也是slightly slightly slightly有可能 但是就是 对 对对 就是这种情况下 那就要去法官去判断了 我觉得他肯定是家长不会放过这个sill 不过像这种情况 其实你去药团医区 他都给你一个patch 打印出来好几个patch 上面肯定有写sad effect 不是说是没告诉你 我只是那你自己去看 你不看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所以就是我们每一次都是 其实是啊 我觉得是 其实包括我们 譬如说我们现在那个药产的药 其实很多的副作用 都全部是给你的 但是医生你去费药的时候 他不可能每一个可能的副作用都可以说一遍 可是你想有几个那个病人去 你想一想看到你的副作用 没问题就没有人去看 所以医生你把主要的副作用 你还是要给病人去 主要的还是要去必须要讲 所以就是若遇到这种情况 要是没讲的话 还是可以碎 对对啊 因为这是你的 这是医生的 尽管他们写了 医生没给你交代 对 灰色地带 对对是 是这肯定是 对那个大麻这个东西怎么看 对那个 大麻这个东西 我本人是不是很赞胜大麻 因为我有些病人 他们吸大麻 就是说他们就自己觉得可能吸了蛋白以后感觉就心情就比较平静 然后就感觉就就就 calm down那种感觉 可是呢有研究发现就是说长期的吸蛋白可能跟精神分裂症会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我觉得我不是 我知道有的朋友我几个朋友他们有些人在加州那边喝法他们从那边做那个饼干嘛 他们走就是对啊我听说我听说现在是很危险 所以口传告诉你孩子别人就不能随便吃你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现在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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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滥用太多了 还有一个其实今天这个课程其实很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特别是青少年当中 这个gaming跟internet这个好像这个topic没有touch到 那么就是说根据就是说从那个research的角度来讲 这个相关性有多大 比如说internet或者说是gaming的addiction 对 跟那个去说跟drug addiction是不是从那个研究剧以下来讲的话 其实是一回事 这也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在在我们现在 557 我们我跟我们用的那个激变标准 整端标准叫 Diagnostic and Studies сил menual 现在出的第5版了 那Gaming 現在是一種addiction 那Internet 現在還沒有說是正式列為一種addiction 但是Gaming Gambling 這是addiction 那addiction的一個特徵呢就是說 你首先你必須不斷地去玩 然後才能得到滿足 而且你必須越玩越多 然後你本身就有一個那個耐受性 所以接下來你就像那個藥物似的 你越用越多 越用盡量越多 因為你身體適應了 所以你需要更大的量來刺激你 那同時這個玩遊戲也是類似的 你越玩越多 越玩越上映 越玩時間越長 然後一旦不讓你玩 馬上就反覆就是階段症狀 就跟那個藥物似的 也是說你抽大煙 然後一旦不抽了 那你身體馬上就復動力出來了 戒斷症狀就出來了 然後這個addiction也是 Gaming Gambling 也是這種情況 就是說它其實都是通過大腦的一個同一個通路 這個叫 reward system 就是這個獎賞 獎賞的這種系統 都是通過這一個系統來的 所以應該是有很統一的 但是跟depression沒有太多的相關系 跟depression 那你想 就像別的substant abuse 似的 它經常是病發的 因為你濫用藥物也好 你遊戲上癮也好 都會影響你的工作 你可能就丟掉工作了 然後家庭也會受影響 然後各種社會性的功能 你都缺失了 那你就給你depress 這都是經常是病發的 明白 謝謝 那就是說現在有沒有什麼方法 通過就是檢查腦部 然後來診斷就是看你腦部的功能 看你跟正常人一樣來鑑定這個 depression或者是OCD 或者是Psyche 不是這個就像我剛才講的 現在沒有一個沒有一個明確的診斷方法 因為他們都是這個chemical的東西 都是小分子的東西 多一點少一點 這個你現在沒有像那些那些影像檢查 都是檢查結構的 比如說有個腫瘤 比如說出血了 比如說陰影了 比如說變白了 那些人能看出來 但是這些小分子的多少看不出來的 對 另外一個就是說你抽血方面來說 因為你身體的血和你腦子的血 它是它是基本上是分開的 分開的因為它有一個血腦品障 所以腦子裡的東西 它不容易流到外邊來 你外邊的東西也不容易流到腦子 這是基本上是個保護措施 這樣的話 就是說你能保護腦子 至少你身體一些廢物 不會隨便跑到腦子裡傷腦子 然後同時也就產生一些障礙 讓你這些抽血檢查這些 都不容易檢查到腦子裡的變化 現在就有一個叫TMS 對你聽說TMS TMS就是我剛才講的一個 也是用experimental的治療方式 治療抑鬱症的 就像那個電修科 電修科式的那種 也是療效不是特別確定 還是在實驗之中現在 還是在實驗之中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請我們大家有興趣以後 別的課題我們也可以接著交流 謝謝 謝謝 請不要忘記 如果你們想回到這個活動後 請到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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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A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